做體能鍛鍊、業務學習和是非訓練 王少華每日至少要花上十四個鐘 我夜就是實現20年前 想自由自在在空中非常地同意夢想 我記得當兵員的時候 學飛行的時候我能當兵員嗎 我都對自己提出疑問 你呢 我神聖的自己一個職業 我是普通的一個中學生 能像人家那樣把飛拿來 讓那個鐵傢伙飛上天上去嗎 那不是很 這自己還是很自信 但是現在我也 也是跟他們說 我現在回到最新興趣 我也能把他飛得很好 幾天不飛行的話 就感覺挺癢癢 尤其是在看著人家飛的時候 你自己沒飛 這個心裡就舒服 這樣要飛行 我想這個飛行的話 當你精進領會 進入這個飛行 你坐上那個飛行生活裡 你會慢慢地覺得 飛行騎士 多麼可愛 考飛員的時候 應該是對自己的飛行事業 特別酷愛 特別偏愛 把這個飛行當成自己生命中的 某一部分 而且是正過於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 才能當兵員成為一個很好的飛行 就是要小便 在訪問裡面 黃少驊不止一次表示 飛行比生命更加重要 一個懂得享受熱愛自己專業的人 其實同時也在享受自己的生命 懂得享受生命的人 還會立即怎樣去珍惜健康 大連市疾病院防控制中心 最近推出了一種新的測試方法 被懷疑自己感染上愛之病的人 不需要去醫院 都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病 在以前一旦懷疑 換由聶海勝轉入軌道瘡 而聶海勝在返回倉期間 用數碼相機拍攝軌道瘡情況 兩人健康情況良好 第十屆全運會 在南京澳體中心開幕 開幕裡強調文藝和體育結合 有三個編章組成 包括是鼎立中華 錦秀江南和力量神修 一共有八千多位的演員參與 國家主席胡錦濤 和國際澳委會主席羅格出席開幕儀式 香港就派出180個運動員 榮首斯行員擔任持其仇 多三間油公司減價 多三間油公司減價